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再用干燥花做装饰 然后挤一层UV胶 重复照射UV灯 将做好的金箭框扣上钥匙圈 接着做花瓣装饰 在模型中挤上UV胶 放入干燥花 照射UV灯3-5分钟 最后将花瓣脱模 用单圈扣上花瓣就完成咯 先在侧边墙壁的底部 拧上热绒胶 然后把它粘在指定的虚线上 再用背景墙固定整个蛋糕店 将展示架的底部和背面涂上热绒胶 然后把它粘在墙壁上 把可爱的海报桶固定在展示架旁边 在店的角落放上粉色的小柜子 接着粘上店里的菜单 给店里增添两张纯白的爱心椅 再摆上一张有草莓蛋糕的桌子 最后放进一个柜台 店里的装饰就完成咯 放上一片白色的屋顶在蛋糕垫上 在门的两边粘上玻璃窗 然后填一片玻璃天窗在屋顶上 在蛋糕店的门口粘上一扇门 最后放上一片白色的屋顶 放一个粉色的蛋糕塔在店门口 撕掉适量的笔记本内页 用双面胶把巧克力粘在里面 再将笔记本合起来就完成咯 将笔记本封面割下一块成风情 再剪一块透明片 用双面胶把透明片粘在封面内侧 把酸扁软糖剪短放进封面内侧 最后用软糖填满就完成咯 剪下一块包装纸 将包装纸粘在洋芋片外侧 再影印一条逼真的拉链 粘在接缝处 接着剪两个圆 一个圆粘在洋芋片的盖子 最后一个粘在底部 用胶带把巧克力跟荧光笔粘起来 再影印荧光笔的包装粘在外侧 准备30×50的塑胶板 在两边各留10公分当做机身 沿着上面的纸饰将洞洞挖下来 记得最下面不要割掉 留一个小开口就好哦 再准备30×5的塑胶板当隔板 接着剪下4块10×5的隔板 依序粘上 然后准备这些按钮的材料 按照顺序将按钮组合起来 最后重复三个按钮 用资料夹剪下3个6×17的透明膜 把透明膜黏上机身 再将10×28的透明膜黏上当做展示窗 准备可爱的小贴纸贴在上面 再将背面塑胶板黏上 底部也黏上塑胶板 最后将糖果放进去 盖上屋顶就完成了 我做了 盖上屋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把红黏土卷起来 用手指把接缝处抹平 最后再做一个黄色的M 就完成啰 用白色黏土捏一个杯子的形状 再做一个黄色的小M 用工具割出杯盖的形状 最后插上吸管就完成啰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追踪我们的频道 也要按赞 分享 还有开启小铃铛 并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想要看我做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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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